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总会 于3月16日上午11时 庆祝一年一度的青年节 并向抗日迅难青年校友烈士 举行献花祭礼 以缅怀和追思校友烈士 为了爱国牺牲的伟大师祭 当时正是青年黄金时代 为了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 此种伟大的精神 时事每位中正人值得敬佩 也应当值得骄傲 献花仪式 由该总会会长李锦斯担任主席 并邀请母校董事会 母校师生 校友 一同在母校操场 养好园纪念碑前 向校友抗日迅难青年烈士致敬 李锦斯会长也在致辞中表示 今天我们再度齐聚养好园 满怀敬仰之情 向我们抗日迅难的校友烈士们献花致敬 八十年前 太平洋战争爆发 飞国瞬间陷入战火之中 母校十四位校友师生 毅然投身抗日地下工作 他们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写下了校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 二十出头 如烟花般绚烂的鲜活生命 骤然凋零 十四个家庭随之离散 但他们宁死不屈 不招的精神 保护了更多的家庭 让他们幸免破碎的厄运 每年三月 母校董事会连同校友总会 巡礼主办庆祝青年节和烈士校友献花仪式 借由庄重的典礼 对这段历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和最沉痛的哀思 半个世纪以来 高大而圣洁的烈士纪念碑 屹立于校园 见证母校以及烈士们为蓝本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青年 庄严的献花仪式 在司仪和启颖秘书长的引导下 隆重举行 由主席李锦斯会长担任主宪官 陪宪人员则有董事长陈亦为 校长叶启明担任 以及其他董事师生们 校友们 一起向十四位抗日训难烈士上香 献花 并行鞠躬礼 以表达对他们崇高的敬意 最后由青年组副主任蔡嘉明校友 和委员黄婷娜校友 分别以中英文对照 银朗蔡景福老师 在中正校友抗日训难烈士纪念碑上的送丝 献花仪式简单隆重 在温馨的气氛下 圆满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